国际领袖基金会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是全美最著名的青年领袖人才训练机构之一 以提升美国亚太裔地位为宗旨 培育国际青年未来领袖 提供奖学金以及领袖训练 辅导了上千名美国亚裔优秀大学生 参加公共事务实习计划 12月18日 由国际领袖基金会创会会长董济林 以及旧金山分会主席林美莲 继展望未来基金会共同创办人梅艺端 陈军雅 他们与Polo Alto分别颁发奖学金 鼓励青年及青少年 董济林恭贺得奖青少年 他表示 希望让我们青少年的特别奖项 希望他们将来带领我们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大学生如果他们想要到国会 或者是联邦政府做实习的工作 那么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申请 然后有这个到华府去实习的机会 陈军雅说明 展望未来基金会 那我们当初创会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 年轻的领导人 然后能够不但能够在社会上的貢献 同时也能为华人的社区 让华人发言发生死亡 颁奖典礼中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处长赖明奇颁发奖状以及奖学金 给得奖学生 并且鼓励未免他们 得奖同学之一欧文演唱了圣诞歌曲 为当天的颁奖典礼 更添了欢乐的气氛 本则新闻由 《球物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道 《球物电子报》新闻 habl时 《球物电子报》新闻思成 后在公评访意ído 有此专门 我们在多谢